即去年英特尔推出中国特供版i5-12490F之后 今年又带来了全新的i5-13490F和i7-13790F 目前已经上架了国内各大电商平台 其中的i5-13490F价格比i5-13400F还要便宜一些 谁是皇帝面前跳艳舞独领风骚了 而i5-13790F则于主板前捆绑销售 目前已经有了两块油具体的规格信息 那赶紧随着跟强来了解一下吧 目前i5-13490F已经上架了国内的各大电商平台 依旧是之前的黑盒设计 狗东旗舰店的售价为1599 比13400F便宜了80 不过促销的时候价格倒是一样 1599 性能方面也有网友放出了相关的数据 包括另一块油13790F i5-13490F保留了与13400F相同的核心和线程数 6个P核和4个E核 但具有更高的频率和缓存 根据CPU-Z的截图显示 辅入i5-13490F采用了10核16线程 与i5-13400F配置相同 性能接近上一代的i5-12600K 具有4.8GHz的加速频率 相较于i5-12490F和i5-13400F 皆高了200MHz 值得一提的是 L3缓存也比i5-12400F多了4兆 从20兆币提升至了24兆币 规格看齐i5-13500 CPU-Z跑分测试中 i5-13400F单核得分779.7分 多核得分6834.5分 以CPU-Z的数据库做个简单对比 i5-13400F的单核性能 比i5-13400F高了大约9.7% 比i5-12400F高了11.7% 多核性能比i5-13400F高了3.7% 比i5-12400F高了36.7% 由于CPU-Z测试出来的误差值一般比较大 具体的性能对比还是需要R23以类的测试软件 所以数据仅够参考 一首诗总结就是 中国特供CPU 频率缓存网上low 价格便宜值得够 包装盒依旧黑不流球 至于i7-13700F目前已经上架狗东 售价2999元 比i7-13700F官方价贵了150块 根据这位网友泄露i7-13700F的CPU-Z规格来看 该有和i7-13700F规格一样 有16核心224线程 其中8个P核和8个E核 L3缓存达到了33兆 比i7-13700F高了3兆 但加速频率低了100兆赫兹 只有5.1级赫兹 CPU-Z跑分测试中 单核得分836分 多核得分12139.8分 大家都知道90系 虽然性价比相当不错 但其说到底 还是英特尔废物利用的一个小手段 就是将一些不符合标准的芯片 重新封装用于较低层级的SKO 目前英特尔至少生产了三种不同的裸金 分别是最新的Raptor Lake架构的裸片B0 以及两种Elder Lake架构的裸片C0和H0 之后Elder Lake架构下 C0主要是用于i9-i7这样的高端芯片 H0则主要用于i5-i3这种中低端芯片 而那些不符合标准的C0芯片 就会被重新封装 因此 i5-13490F和i7-13790F 也极有可能是英特尔对部分不合格的高端晶圆 回收再加工的产品 当然这些和玩家也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价格低性能强 相就完事了嘛 各位观众老爷觉得这两块U值不值得一事呢 都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中 说说您的看法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更新 更宽更全的硬件消息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 再见